阿宝做客艺术人生 三大揭秘 展现独特的民间歌手 你不能懒得连老婆都不找了吧 有一个 三个场景 道出艰难的奋斗之路 有一次还真被人打过一次 即将成功 他却面对亲人的能力 这是我的妈 我远不及会 成名之后 他又将如何创新未来 我们的目的也是想成乌鸡变凤凰 听神秘嘉宾现场爆料 看民间歌手 竹梦人生 你用英语跟他聊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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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time no see What's up Yes Yes I'm fine You're fine today It's a long time no see Yeah I haven't seen you Last time I saw you Maybe four or five years ago No actually it was three years It's been a long time ago It's been a while How are you doing You good Always busy What's up you Yeah same thing I'm always busy But I I had Chin Wang Nadao last night No but I heard You go back to your home Yes for a little bit But I came back For three years Not three years Actually only Just once Maybe 差不多 差不多了 他这俩就聊上了 你看了吗 他是不是 他语感不错吧 其实他说的很好 而且我是 我们刚才说的是 好久不见 然后我们是 大概两三年之前认识的 就见过面 因为我们家 全部都是他的粉丝 Oh 我特别是 我有一个哥哥 Your brother Yes My brother 我有一个哥哥 然后他是属于那种 特别害羞 谁都不喜欢那种人 就是他会每天在家里 摘着 然后他就非常有阿宝 然后我今天跟他说 我今天要过来看你 I know I know 三年 我待会还得给你拍张照 You told me your brother Your brother is my friend 那你想想想 就说你鱼杆好吧 你没完了 你还真 非常不错 可是 你觉得不错 把我真的震撼了 我都没想到 这阿宝奇怪了 你肯定没有专业的学过英语 也没有留学的背景 对不对 没有 那这个英语是从哪儿学的 我学语言特别快 我去 我英文是出国演出特别多 就是慢慢这么讲出来的 我一个字不认识 都会写 文盲 光会说不会写 我闹了一个笑话 有一次我从 我一般去美国是集体 那次我从匈牙利飞美国 然后我一个人 进海观众说 填一个那个表格 然后呢 表格出现一个什么事情 我只认识年约日 国籍什么 我填了几个 但后面我一串没填 后来那个移民官问我 说你 你为什么没填呢 为什么 我说我不认识 我不认识 我不认识 那人很生气 说你英文这么好 你不认识 但又我在骗你 对 他说我赶紧后面 找一个中国人 懂英文的 我说你告诉我 他一说我全知道 比如说occupation education 职业 教育 他一说我知道 但是写在纸上 我一个字不认识 就是这样 这一觉 这一觉 这就天生语感好 我告诉你